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彭博社发了一篇报道 经他的测算 中国经济将在76年以来 将今年将是经济增长最低的一年 而且同时也是美国20多年来 首次经济增长超过中国 这是2020年 2022年 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2.3% 彭博社说2.2%也差不多 但是彭博社今年经过他的测算 给出了一个数字是2% 就是中国经济 2022年的经济增速将缓至2% 那这个是不是GDP呢 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中国的这个GDP测算 正式的来讲应该是从93年 93年开始 93年开始这个进行这个GDP测算 那么在92年 国务院通过了一个 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通知 等于是92年正式开始的 那么从85年到92年是一个过渡期 之前呢是苏联体系 计划经济的苏联体系 但是呢 仍然我们相信彭博社 他也是做了一个测算 经济成长测算 不是说离的GDP 我们就理解不了经济了 那么这么一个情况呢 当然是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银行啊 还有各国的这个经济学家 都在对中国的这个GDP增速 做出预测啊 不停的做出预测 那么现在这个彭博社 这个预测应该是目前 最新的也是最低的一家 最新的也是最低的一家 那么按照他的这个说法 这是文革以来最弱的一个 最弱的一次啊 这个GDP的增长啊 这个经济的增长 那么当然他把这个原因 归结为这个封城措施啊 归结为动态清零啊 主要这个中国的发达地区 几亿人口啊 经常处于时不时的这个封城啊 封城禁足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对生产生活的冲击啊 非常之大 那么甚至他认为这样的事件 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政治博弈中间啊 产生相应的政治影响 而且呢 对习近平的二十大交接啊 甚至之后也会产生影响啊 那么这个是彭博啊 彭博社在周四的一个报道中啊 这么描述的 他彭博的经济学家啊 彭博的经济学家啊 而他对美国的预测呢 同期预测是2.8% 就是美国今年是2.8%的增长 中国是2%的增长 那么尽管他说尽管中国实施了财政货币啊 和这个监管上的刺激措施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刘鹤武 做这个主席的这个金融委啊 那么金融委是出台了一系列放松的政策 那么李克强啊 是这个去云南 也说要把该用的政策都用到啊 能能想出来的明确的政策都提前用上啊 那么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啊 仍然呢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啊 或者叫零清零政策 还是大大的削弱了这些经济刺激的这个作用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而美国呢 美国的问题是高通胀啊 美国的问题是高通胀 那么在高通胀的背景下啊 拜登不得不考虑啊 不得不考虑为了中期呃 选举的这个影响 他也得考虑怎么样让这个物价下跌问题啊 这个高通胀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这么多年放了这么多水啊 但是呢 你是不是一定会体现在物价上啊 当然是还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啊 如果是供求关系这个不变通货膨胀就等于涨价 但是呢 供求关系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么 供应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啊 这么一个状况 尤其是中国在动态清零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一到四月份啊 昨天我们提到了一到四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啊 你也这个顺差达到了七千九百亿人民币啊 这个中间还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他在相当程度上通过东盟啊 中转出口到美国啊 你知道在中国对东盟的这个顺差还有两千亿啊 你能想象中国对东盟是一个顺差国 那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很多 是间接通过东盟啊 中转到美国了 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到四月份中国对美的逆顺差 有可能是啊 超过了八千亿啊 对 我觉得几乎铁定是超过 实质上的顺差铁定超过八千亿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拜登总统也在考虑 是不是要将这个取消川普总统啊 前任总统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给中国产品加的这个关税啊 加的这个关税 那么显然这个能够刺激中国 进一步刺激中国对美的出口 这样降低 能够降低这个物价 能够降低物价增加供应啊 满足同样的需求 那物价就下跌啊 但是呢 这个又受到啊 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压力 所以你降低物价 你最大的动力 不就是中西选举吗 但是中西选举呢 正好共和党拿这个来做 呃 做靶子 因为你对对中国又放水啊 所以这个拜登总统处于二难啊 那么我们讲到美国经济的时候 他困扰于受困于这个呃这个高物价啊 高物价 但是呢 他的这个呃就业率和消费者支出还都是比较好 还都是比较好 比中国要好啊 这个也是一个就青年就业率 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达到了18%啊 这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症状 因为重况 这是对所谓的政治稳定啊 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非常不利的啊 那么彭博研究所的这个是对中国的GDP呢 啊 他是在增长呢啊 呃 是从世界银行的数字呢啊 那么他们是啊 相对比彭博社的要呃 要那个乐观一些啊 但是也是4%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习近平和这个拜登之间啊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他们为老朋友啊 尽管拜登总统嘴上呃 坚决否认啊 他们也在暗暗的较劲啊 一个是拜登总统在去年第四季度啊 美国经济增幅超过了中国之后啊 他就说2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超过中国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习近平又要求中国的经济部门啊 在2022年经济增长不能输给美国 嗯 那么现在彭博社就 搅入这趟浑水了啊 他讲什么呢 呃 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2.2% 2.8%啊 而你呢 只有2.0% 那那对习近平会怎么办呢 啊 当然习近平也 也是为了面子好看啊 他要这个20大 他要连任嘛 啊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会采取什么办法啊 那么我们可以想这样啊 可就加大刺激 加大刺激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92年 呃 93年开始啊 中国用那个GDP的办法啊 用GDP开始是每年啊 设定GDP啊 除了2020年 2020年没有给GDP这个目标啊 他是应该说他对当年的GDP增长 没有任何信心啊 甚至做好了大幅下滑的准备啊 没想到还超过2% 那今年给了一个5.5%左右的目标 那么看起来上半年实现5.5% 是根本没有可能性啊 没有可能性啊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公布的数字啊 一季度是4.8% 那那么一季度呢 主要的增长体现在头两个月 是比较正常的 三月份啊 这个奥米克隆又来了 就开始封城了 同时俄乌战争也开始了 所以三月份比较差 是拉拖后腿的 四月份就更差啊 那么第二季度基本上就没戏啊 基本没戏 而且看到中国的这个各种信息传出来 似乎这个东太清零会拖到明年去啊 所以把这个亚足联的这个 球赛都给取消了啊 亚足亚足杯都取消了 所以从这个情况看 似乎今年明年都没有经济可言了啊 那么 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呢 就是中国第二季度这个GDP 应该也是比较难看 因为你 因为你即使你经济有好转 但是因为你的清零政策不能不放松啊 不动摇 那么你这个经济目标真的是没有可能实现啊 甚至在1990年啊 那么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3.9%啊 就是应该说八九之后的最最低的一年的增长啊 八九十年代啊 那也达到3.9% 那你现在的话呢 彭博社估计可能只有2%啊 只有2%的增长啊 那么现在对这个 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处理啊 怎么处理啊 怎么样 这个粗增长 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现在你这个明显的这个激进的一个目标 5.5%这个目标 那那应该是 当时是采取了什么一个措施呢啊 因为2021年啊 我我记得好像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个预期的有点低啊 啊 那么实际上啊 就是他是所谓的6%啊 他有点低 哎 结果是呃 果然还是完成了 那么他5.5%这个指标呢 啊 那么经济学界普遍呢 是不以为然啊 认为他这个有些高了啊 因为你似乎没有这个大规模的刺激的这个 政策出台啊 还是比较温和的 按照这个李克强的说法 我们呃 没有出这个大规模这个慢大水慢灌这样的政策啊 还是呃 这个只是减税啊 这这种办法 减税减啊 减负这种办法 减轻管制这种办法 当然如果说让我来评价的话 我我会比较这个呃 推崇啊 推崇李克强这个说法 减税当然是呃 最好的一个路子啊 对中国政府来讲啊 减税当然是最好的啊 但是呢 问题在于他税收还在增加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说明减的还是不到位啊 减的不到位 那么彭泽社另外一篇呢 啊 他是根据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 啊 他梳理出来 他说哦 今年中国有可能会有五万亿的这个投资啊 呃 刺激啊 经济刺激啊 那么是五点三万亿啊 五点三万亿美金的这个经济刺激来 助中国经济 那么他是根据这个今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啊 计算出来这么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呢 相当于中国十七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啊 而且呢 这个规模呢 还比2020年要小啊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说你经济走不出当前的困境啊 那么可能在这个规模上还会有增加啊 因为李克强在云南的这个十二省省长会议上已经很清楚了 他就说呃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间已经讲过的政策已经全部释放啊 已经全部释放 但是呢 实际上 这个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因为你是动态清零嘛 你整个经济就是让让他时不时的叫停下来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比较危险啊 比较危险 那么彭博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啊 叫瞿天时啊 他说今年的政策的支柱啊 是财政和政府投资 而央行啊 央行货币政策是不是特别积极的啊 所以还有很大空间啊 还有很大空间 这个也是李克强啊 非常自得的一个东西 他说我还有工具啊 因为我没有搞大水漫灌 即使在2022年也没有搞大水漫灌 那就是他还有空间啊 没有高通账 那么根据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5.3万亿的这个规模啊 是怎么来的呢 他是把这个中国的一般财政预算地方啊 发行的专项债券募集的资金以及税收减免减免加加吧加吧 拢吧拢吧 那算是投资 算是投入啊 当然了从本质上来讲是怎么回事啊 是怎么回事 税收减免啊 税费减免也可以算是投入 这这就是这么一个算法啊 那么还中间包括了政策性贷款 下调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啊 及这个低息贷款啊 那么实际上最近啊 又在这个降低这个存款利率啊 这也是啊刺激经济的一个办法 所以他彭博社归笼归笼算啊 有五万亿美金的这个刺激规模啊 但是呢 这五万亿啊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态势应该已经释放 应该已经释放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可能需要修正一下 不是将放水五万亿啊 不是将放水啊 可能这五万亿大部分都已经释放 那已经都 那么你现在这个问题 习近平要搞动态清零啊 李克强要去完成这个 百分之五点五的增长目标 我估计啊 两个人都打不成 都打不成啊 那么这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就是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 实际上你在本质上来看 你再花再多的钱啊 再去搞这个刺激啊 本身刺激就会有大问题 刺激政策本身就有巨大的后遗症啊 他往往是为了社会这个所谓的经济啊 稳定为了这些东西 发放这个刺激经济啊 搞财政政策 搞货币政策 当然这个中间如果说 呃是这个税收减免啊 那那确实是一个 基本上是最好的一种 所谓刺激政策啊 是一个正向的啊 那么宽松货币啊 或者说这个政府投资啊 往往有极强的挤出效应 所以挤出效应就是 政府投资就挤占民 挤压民间投资啊 这是反而是不利的啊 只是得到当下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好看 但是对经济的实际成长是伤害的啊 另外一个这个央行放水 也是这么一个相同的一个效果 就是扰乱经济信号啊 真正比较正向的 就是李克强强调那个减税减费 但是呢我认为减的不还不够啊 还不够啊 因为他竟然税收还在增加啊 这就说明你没有减够啊 不对啊 这做的不对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来自这个星岛日报的一个报道啊 这个也是一个挺丢人现眼的事啊 星岛日报把它报道出来 这是他这个中国观察栏目 叫广西红宝书 遭叫停啊 他说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啊 最近啊 频频成为政治焦点 先是推出六集电视片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啊 错立独行啊 错立独行 那个字你不查字典 我估计一般人念不出来 我是查了 要不然我不认识啊 那么继而在这个为什么呢 是因为习主席用了 所以所有人都要去用它 实际上是个很生僻的词啊 另外呢 在这个自治区这个 这个全会上啊 自治区这个党员的这个代表大会上 喊出来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的口号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出 这么出位呢 啊 原来习近平 他是在广西出选 在广西出选啊 全票当选为 这个中共二十大代表啊 这是广西的荣耀荣耀吧 说这个时候呢 与此同时呢 广西又搞出来一什么叫红宝书 学红宝书啊 这红宝书是什么呢 就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大家学啊 大家学习 口袋书啊 由广西南宁市委宣传部编译 收录啊 这个习近平去年视察广西的讲话 以及这个对广西工作的指示啊 这个设计形式呢 跟毛泽东语录啊 有点类似啊 有点类似 当然装真上行啊 还不如毛泽东语录那个精美一些啊 但是呢 说这是掌中宝啊 啊 这个土的吊渣这个名字啊 就是被群众呃 形容为这是掌中宝 口袋书派发到学校农村 企业呃 医院啊 民众手持口袋书摆拍的照片 网上热传 有的坐在马路边 有的这个坐在亭下啊 这个酒店厨子啊 这个服务员经理啊 这个站立学习啊 甚至有村民围坐在田梗朗读的场面啊 这都是有组织的一种宣传啊 有种宣传啊 这个就让我想起 这个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就要什么学党章啊 这个新婚之夜学党章 那么一个那么一幕丑剧啊 那么一幕丑剧啊 现在呢 已经由民间行为变成有组织的啊 由一一级啊 是一一级组织 党组织在主动的搞的这个事 但是呢 据说呢 最近广西已经下令回收啊 销毁红宝书啊 而且呢 这个星岛日报这个作者呢 在百度上搜索红宝书 口袋书 还出现了404啊 就说你访问页面不存在啊 在删帖啊 那么他说这个 这个星岛的评论啊 说地方官员造神啊 会引起民众反感 而且呢 不一定能穿上护身甲啊 为什么呢 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张文雄啊 曾经这个监制歌颂领导人的神曲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啊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好像是从朝鲜学来 朝鲜有个歌叫什么 没有你不能活啊 这个张文雄最后也是被抓起来 坐牢去了啊 当然这个 这种丑惧啊 让人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 它竟然都发生了啊 就像上海这个封城的事件啊 在 在这个上海封城之前 谁能想到上海会 在2022年会出现那么一幕啊 会出现那么一幕局面啊 甚至有有一些老人 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啊 这个是上海官方卫健委发布的啊 消息啊 这个病因死因啊 有有的这个 这个所谓新冠患者 死因是基础病啊 死因是基础病 什么基础病 这基础病中间 就有这个严重营养不良啊 那就是基本上你可以 推测是老人家 可能是找不到吃的啊 找不到吃的 这么一个状况啊 这是2020 2022年的上海 你也可以由此看到 2020年的中国 2022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啊 前些年流行的一句话 未来的每一年啊 都是这个最好的一年啊 现在的都是未来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讲啊 不知道中国这个今年还会有什么变化 网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热议流传 所谓的谣言啊 说是习上习下 里上等等各种各样的谣言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民心啊 反映了一种 一种心理 民众心理啊 这个可就跟 76年啊 75年 毛泽东那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啊 到处留谣言横行啊 那么官方还要抓谣言啊 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啊 20大前又到一个节骨眼上啊 也是谣言横行 一个谣言啊 甚至没有经过什么充分考证 大家乐意传 他基本上反映了一种心理啊 反映了一种民众心啊 而不是说这个谣言本身啊 有有多真或者多假 更多的人愿意传这样 愿意相信这样啊 这是一个指向标 我记得有一期和这个 在中国研究院和王军涛先生 曾经探讨过这这么一个现象 谣言现象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您的宝贵看法啊 留下您的宝贵评论 犀利的评论啊 希望您点赞转发 在此啊 祝您周末愉快 谢谢节目的同事啊 大力支持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局势节目 我是主讲人郑旭光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5月20日星期五 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我们首先啊 要谈到的是这个拜登总统啊 拜登总统19号 从华盛顿启程 开启了他的五天的这个亚洲之行 那么他的日程安排呢 是韩国日本两地啊 那么在韩国呢 是5月20号到22日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他在这个韩国啊 和这个美韩国总统啊 尹熙悦陪同啊 一起去参观了这个三星啊 参加三星 这个体现了拜登总统啊 对这个半导体啊 这么一个所谓信息时代的这个石油啊 这个芯片行业的关注啊 非常的一个关注 那么21号呢 他将和这个尹熙悦啊 表达一个 搞一个这个双边会谈啊 还有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是两人啊 第一次会面 也是这个韩国历届政府啊 历届新政府成立以后 速度最快的一次啊 韩美首脑会晤啊 而且是 这个不是向日本首相啊 去去华府拜拜访拜登 而是拜登直接来拜访韩国啊 韩国总统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韩这个韩美关系啊 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啊 就是要从前任这个总统 前任总统这个 不选边站啊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啊 不选边站啊 这么一个状态 向向迅速的向美国偏移啊 那么拜登总统显然是要来过来 支持尹熙悦一把 或者说推他一把 那么韩方呢 也宣布呢 也强调呢 把这个韩美领导人会见啊 叫做重述韩美同盟 为什么叫重述啊 那就说在前任总统期间 确实做的不好啊 确实做的不好 那么他们第一站在 三星啊 这是表达在经济安全合作啊 一种合作意愿 那么白宫呢 说呢 拜登啊 不会去这个 韩美韩朝 非军事区啊 三八线一带 不会去啊 我们知道 很多总统来韩国都会去三八线 那么 拜登总统呢 显然不想去碰这个朝韩问题啊 不想 不想搭理朝鲜这事 那么沙利文呢 沙利文说啊 拜登呢 将看到美国和韩国军队 比肩而立啊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呃 他有可能去 这个慰问 美国大兵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日本方面呢 从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啊 他拜登呢 在二十三日呢 他会会见这个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 以及德仁天皇啊 好像习近平到现在 还没有见天皇 我不知道这个印象对不对啊 可能我搞错了 但是呢 确实是非常遥远的一种感觉 那么 哦对 应该是习近平应该是和 应该是和前任总统啊 川普应该在日本见过啊 不惹这个话题了 说拜登呢 在二十三号啊 在东京呢 会就这个印太啊 经济框架啊 印太经济框架发表一个讲话 那么实际上是对这个经济框架的一个宣布啊 那么这个框架呢 会有一些高标准的要求啊 那么会就劳工啊 环境啊 供应链啊提供一些制定一些标准 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德啊 他说呢 拜登访日时啊将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那么岸田文雄呢 啊将加入拜登啊出席这个峰会啊 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方峰会 而且多位印太领这个国家领导人也将以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 那么很显然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莫迪是免不了的 那么分析家认为呢 还有可能有六个国家会加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包括哪六个国家呢 除了这个澳大利亚 日本啊 这个印度啊 这是美国这四家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新加坡 韩国 菲律宾和这个 还有这四个国家 还有这四个国家 那么去年呢 拜登和这个岸田文雄啊 在气候大会上是首次会晤啊 这个是他们叫这个四方对话的啊 一个峰会啊 叫跨的 那么24号呢 下周二啊 拜登将和这个岸田文雄 莫迪以及澳大利亚这个新总理啊 以21号他大选啊 谁胜出啊 谁啊 谁就是这个新任总理啊 那么一起参加这个美日澳印四方会议 那么拜登会强调什么呢 新冠疫苗的合作啊 扔到这是旧旧话题了啊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气候空间网络安全的协议合作 那么四方会议呢 峰会的曾经在九月份去年九月份在白宫举行啊 那么另外呢 还估计的拜登在峰会期间将会和印度澳大利亚领导人的分别会晤 那么BBC啊 就这个拜登啊 访问亚洲啊 亚洲之行啊 他把它称为是推动世界的积极愿景啊 他是这么来评价啊 拜登的这个亚洲之行 或者说韩美韩日之行韩日之行 这个主要是加强压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关系啊 一个就是说让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起来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表达对韩国的重视 要拉这个韩国一把啊 要重新这个加固韩美同盟 那么根据BBC的这个评论呢 他说这次访问啊 是拜登总统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啊 首次亚洲之行就放在了韩国啊 那么这次出访呢 是在加强与亚洲啊 盟友之间的团结啊 表达美国对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 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那么 这个他在这个行程中间呢 啊会见尹熙悦啊 也会去日本 见日本的领导人和天皇 还会有这个四方会谈 啊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是这个访问呢 这个中方啊 中方的赵立坚啊 外交部发言赵立坚评论 他说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 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我们同样认为 美日发展啊关系 双边关系 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那么他的评论就说北京呢 显然感受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潜在威胁 那么外交部长王毅在和韩国的外长啊 叫普镇啊 普镇朴镇 或者应该念朴镇吧 视频会晤中间呢 敦促他防范新冷战风险 反对阵营对抗 关乎啊 说这关乎中韩的根本利益 那么另外一个王毅在18号啊 和这个日本外相 林方正举行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也说日美关系出现了涉华消极动向啊 那么这个日本外相 他还算是一个侵华派啊 那么王毅啊 很强硬 他说日本即将主办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峰会 令人关注和警惕的是 美国领导人还未成行 所以日美联手对抗中国的论调 就已经甚嚣成上啊 搞得乌烟瘴气啊 那么这个论调是什么呢 据说是中国在新疆那个沙漠地带 搞这个演习 把日本的这个 把日本的这个所谓天宫啊 这个指挥这个空中啊 空中这个指挥机啊 看作是一个 视为一个战略目标啊 视为一个演习的对象啊 那么日本搞的这个很多人说 那我们应该把把这个美国 中国的这个军委啊 这个中央军委也看作一个 打击对象啊 所以他 王毅可能在指这一件事情啊 那么 白宫呢 说呢 这个美国有能力在 印太和欧洲投入资源和关注 那么官员们认为拜登将在未来几天 阐明立场 团结盟友 应对中俄威胁 那么沙利文说 我们在欧洲和印太奉行的战略存在一定的融合 并且相互依赖 啊 他说我认为 拜登总统具有将这些战略连在一起的独特能力 啊 这是他任期内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啊 就是团结盟友啊 团结盟友 共同对付啊 中俄 那么 当被问及啊 拜登是否会向中国发出警告信息呢 是 那个沙利文说啊 白宫呢 是提出一个积极愿景 啊 什么积极愿景 让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站在一起 制定道路规则 啊 以这个明确该地区的安全保障 强化传统同盟 那么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他会明确这个愿景 啊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我不明说是对抗你中国 但是我提出个积极愿景啊 你开放社会和民主国家 站过来 他说我们认为这一信息会传到全世界 北京也会听到 啊 那么他在上周呢 和这个 这个本周呢 还和杨歇石也进行了交谈 那意思就是还是要感召中国啊 他不不是说 拜登总统会向明确的 对中国施加压力啊 拜登也在这个公开讲演中 很多次说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是他也说了 我不企图改变中国 包括沙利文也这么说啊 他只是要给中国制造 营造一个外部环境啊 那么这个在最新的亚太战略中间的美国也表示啊 他们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啊 是要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 那么新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促进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啊 那就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啊 我们知道日本是四方会谈的发起国也是核心国家啊 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最核心国家啊 当然美国是老大哥这不用讲 但是这个四方会谈的机制里头没有韩国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韩国始终啊 这个叫化叫有二心 有二心 所以他没办法成为美国最紧密的盟友 尽管美军在那还有驻军啊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是拜登有可能通过和这个尹熙悦的这个交流啊 督促韩国恢复啊 修复与日本的分歧啊 那么共同对对中 那么日本和韩国呢 因为有贸易领土方的这个积怨呢 所以这两个都是美国的共同盟友 但是关系比较差 而且相对来说呢 日本这个盟友对美国应该说表现比中 比韩国表现要好得多啊 韩国确确实实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的经贸关系严重依赖中国啊 韩国的对日对美对欧贸易的总和啊 相当于对中贸易啊 所以他在经济上 我就是完全靠在中国啊 几乎是这样 那么在安全上完全靠在美国 所以他他是非常难选难选边站的一个状况啊 那么对于这个四方峰会呢 沙利文评论说 我们相信这次峰会将从行动愿景上表示 民主界国家可以做到 这四个国家啊 共同努力捍卫自由和开放的这个印太原原则啊 沙利文还说 四方峰会将处理气候网络安全和新新兴技术啊 这些问题 那么四方会议组织呢 四方组织呢 是从17年重新成立 因为这中间呢 澳大利亚因为和日本关系不睦啊 他中间撤出了啊 所以算是2017年重新成立 那么在去年9月份 在华盛顿有一次面对面的一个会谈啊 那么今年呢 由于这个印度呢 拒绝这个谴责俄罗斯啊 结果让这个四方机制呢 也也显得比较尴尬 就是在四方华盛顿四方会议 这个之后发表联合声明 对俄罗斯也没有这个很 很严肃的用语啊 这个是对四方机制 也有一个大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印度的武器啊 应该是一半以上 还是俄制的啊 这个是他就讲 如果说日印印俄关系不好了 他的飞机就飞不起来啊 坦克就开不起来啊 当然是飞机啊 坦克应该还不是那么一个状况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传统上 苏联从苏联到俄罗斯 一直是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立场啊 所以印度也支持 这个俄罗斯啊 在在所谓这个克里米亚的立场 甚至在这个阿富汗市的立场 所以这个印度是四方机制中间呢 可以说非常吃重的一块 但是呢 他俄罗斯他是俄罗斯是他的短板啊 那么韩国没有进来 韩国要进来的话呢 中国就是他的短板 那么坎贝尔说呢 印度在很多方面摇摆不定啊 需要努力的与印度合作啊 让他的轨道偏向西方啊 符合大家的利益啊 那么在这个四方机制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印太框架 那印太框架会增加更多的啊 增加更多的人 我们前面讲的 有可能会加入的韩国首选 那么新西兰有可能啊 新西兰有可能 那么菲律宾啊 这是美军传统的友好国家 美国传统友好 以及新加坡 新加坡是比较突出的啊 在在这一次对新 对这个俄罗斯的谴责上 新加坡表达了谴责的立场啊 这个是和比起来 似乎比俄罗斯比印度还要给力 那么根据韩国的消息呢 韩国总统办公室 已经明确确定要作为成员国啊 加入这个印太框架啊 而且呢 尹徐悦预计在24号线上参加启动会议 另外一个呢 啊 日本呢 也考虑啊 也要加入这个经济框架啊 这个经济框架是美国倡议的啊 不像这个四方机制啊 日本倡议 这个是美国倡议 而且不不限于四国四个国家啊 那么台湾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合作伙伴啊 当然也是一个话题啊 当然也是个话题 但是是呃 确实是比较吃力啊 这个由美国来倡导的 我想台湾应该 不不存在加入的困难啊 不存在加入的困难 那么我们看一下新华社是怎么说的啊 新华社发了一篇评论啊 在5月20号 他的标题叫 拜登首访亚洲打的什么算盘啊 我们看一看 就是往往是这个敌人对你的评价 可能是最真实最犀利的 当然也经常会有误判 但是我们看一看中国是怎么看啊 新华社的这个评论呢 说拜登啊 美国总统拜登20号至24号 将先后访问韩国与日本 出席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峰会 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推销具有浓厚对抗色彩的印太战略 我觉得这个这个中文水平真是可以 他应该给习近平写稿去 非常精炼清晰啊 提纲切领 他说这是拜登2021年1月就职以来 首次访问亚洲 分析人指出拜登此行拉拢日韩 巩固同盟关系 压制围堵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旨在给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增加 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在该地区制造分裂与分化 什么叫分裂与分化 就是要这个分裂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啊 分化他们和中国的关系 说在此这个第一站啊 在访访的第一站韩国 拜登将与刚刚就任的韩国总统 尹西悦进行会晤啊 他们已经见过了啊 应该这是较早前的评论啊 并且和韩国的科技界和制造界领袖 见面啊 在此访第二站 日本 这是个很简省的一个语言啊 在此此访 在此访问啊 拜登将会晤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及其他日本政府官员啊 就深化美日经济关系及包括半岛问题 印太地区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 与日方进行会磋商 啊 那么就从日本和日 美关系和日韩日韩美关系 为什么日美关系会更近啊 那我们回想一下 在这个 在韩战期间啊 美国 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在东京啊 是在日本啊 所以日本是后方 而这个韩国是前方 那么前方针对的什么 针对的是 这个朝鲜和朝鲜背后的中俄 所以你看这个五 这个七十年过去了啊 七十年过去 这个格局好像还是没有变 格局还是没有 世界的格局还是这个样子啊 俄罗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中国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结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还是这个 似乎还是个老样子 只不过是中国变强了 日本和俄国变弱了 相对来说啊 他所以呢 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预计 猜测啊 或者说推测 或者说有明确的信息啊 他说会和日本讨论半岛问题 半岛问题是什么 就韩国和朝日本 韩国和朝鲜的问题啊 讨论这个印太安全问题啊 和和全球安全问题和日本进行磋商 因为拜登总统呢 他一上任啊 这个日本首相就来来拜访啊 那他当时对日本的这个评价非常非常之高啊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啊 那么拜登在这个日本期间呢 还会呃 这个公布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啊 所以说他从形成上来看呢 拜登重点将聚焦经济与安保啊 那么韩联社啊 韩联社说呢 俄乌重吐发爆发之后的日美国的外交安保力量多集中在欧洲 在这个背景下 拜登出访韩日凸显美国抑郁加快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啊 这是新华社引韩联社的这个看法 说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啊 将这个战略重点转向亚太 川普在2017年提出印太战略 拜登上台后加快印太战略 同时推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以及什么呢 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 这新华社注意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叫加快印太战略推动四方机制啊 还有这个三方伙伴关系啊 这是三件事啊 这是三件事 那么印太战略是一个总的一个格局 那么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啊 是一个一个核心 在亚太的一个核心 另外一个美英澳三边安全关系 我认为这个是不是针对印印太的 这是全球的安全 全球安全的一个伙伴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结构中间 澳大利亚和和这个英国是最核心的啊 它成为一个三角 英国是欧洲那边啊 澳大利亚是在印太这边 那就说什么呢 说明美日本啊 都进没有进这个核心圈啊 没有进这个啊 奥克斯这个核心圈啊 那么他讲那个2月11号白宫公布了印太战略文件 文件宣称啊 将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所有角落 强调联盟关系军事威慑 以及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 将矛头直指中国 而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将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延伸 四边机制啊 则是推进印太战略的支柱性啊 地区机制 那这是新华社啊 中国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认为你拜登这一系列行动啊 都是对着中国来的 他说对了 确实是这样的啊 拜登这个整个亚洲之行啊 就是要安排这个印太战略 安排在印太战略 要摆平这些关系啊 看起来拜登确确实实在发 发挥他最强的这个能力啊 最强的能力 就是他在参院40多年 47年的这个啊 所谓的这个工作履历啊 参院这个外事啊 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啊 另外一个在奥巴马八年啊 这个总统期间 他是副总统 也是负责外务啊 所以外交是他的最成像 而且 应该我不好用炉火纯青 这四个字来 来形容啊 甚至就是说是应该就是跟虾子摸呵走路 他都是很熟很熟的那种感觉啊 啊 就是黑黑夜中间他的眼睛很很亮很明朗啊 最初我我的一个判断就是他 他美国的战略战略这个专家一直认为中俄联手是美国的噩梦啊 当时我做了一个预测 我认为拜登会把中俄联手啊促使他们联手啊 这样的话呢 他更主动啊 实际上他现在是这样做啊 他现在这样做 可以说是普京啊 这个熊队友啊 促成了这个拜登这个计划啊 拜登这个计划实施啊 拜登这个计划实施 就是让欧盟紧密的和美国站在了一起啊 实际上拜登当时搞的这个英澳美这个奥克斯这个机制啊 就是最最核心的一种做法 就是在北约之外有更核心的一个区域 他是做了几层安排啊 但是没想到普京帮了大忙啊 这样逼迫欧盟 整个欧盟啊和北约又重新激活了 把北约激活了 甚至呢造成一种态势啊 北约不仅激活了 而且也不用把这个所谓的四方机制日印澳美啊 变成亚洲北约 因为随亚洲北约印度是完全靠不住的啊 完全靠不住的印度就是一个未来的中国啊 完全靠不住的啊 当然他们的这个机制啊 国家内部机制不一样 但对外的地缘政策政治上可能对美国也是不是很舒服的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 那么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 有可能北约扩充成一个不仅仅是在亚洲 也在欧 不仅仅在欧洲 在亚洲也有所作为的一个军事组织啊 我们看到就任何一个组织 一旦他成立了 他都有一种延长自己寿命的这种倾向啊 不管是从他的这主要是一个人的人性史啊 即使组织的使命终结了 他还可以调整改变啊 甚至赋予新的这个使命 赋予新的工作任务啊 让这个组织体续继续继续延续下去啊 像组织的生命啊 像很多人想永生一样 任何组织也都有一种永生的这个动能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 北约在苏联解体后 他还不断的在东扩啊 那么在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啊 这个芬兰和瑞典啊 正式要求啊 正式递交申请要加入这个北约 那么我估计俄乌战争之后 乌克兰大概率可能已 大概率也会加入北约啊 那么在俄罗斯已经彻底被削肉的情况下 北约去干什么 啊 他又找到新的工作人物 就是亚洲啊 就是亚洲啊 那么这样的话 仍然是美国和欧洲啊 这个盟友联盟啊 来推行这个欧美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啊 那么对付的仍然是中国和俄国 似乎这个世界二战秩序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态势啊 只不过是俄国衰弱了 俄国衰弱了 那么另外的我们这两天关也关注国内的一些消息啊 国内的一些消息 因为拜登来来访韩日啊 就是对着中国去的啊 我们说这个国内的话 也就说中国国内了啊 中国国内的话呢 那个习近平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们看到他又开始霸平了 又人民网又开始这个 啊这个处处都是习主席了啊 习习习主席了 但是呢 我说上一节节目说 这种谣言反映了政治上的一种动向 一种变化啊 谣言政治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新闻事实 新闻核查的问题啊 很多时候它确实反映了这个人们的一种倾向啊 人们的一种倾向啊 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如果还不放弃动态清零啊 那么他真的有可能在二十大上遭到一个重挫啊 那么实际上他已经是遭受了一次重挫 就是所谓第三次的历史决议啊 不得不得出重大妥协 那么在二十大上他的妥协会到哪一步啊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确确实实要看从现在开始到二十大期间 他会怎么啊 应对这些国际变化 包括修正 他从党国的角度利益来说 我们不期望他做一个什么 呃 业力轻视的人物 戈尔巴肖是什么 从党国这个角度来讲啊 从这个邓江湖这个历史传承案来讲啊 他也应该调整的两个事件就是动态清零和这个中俄关系 如果这两个不调整好的话 我看二十大他是不好开的啊 好 今天的节目啊 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啊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 留下您的 宝贵的看法啊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啊 周末愉快啊 再次感谢我的节目的同事 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